现在基本上还差不多 是吧 PID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载线 还要载线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最关注的那个内容是 这个头像 是吧 说头像 图片应该怎么弄呢 我们那儿只有一个路径 那么看这个 那么 我们说在左边给它加一个头像 我们看这个 继续到我们这个自定义单元格里边来做 头像的话 我们在这儿就是 在这儿说 Self里边的 叫Head Image 对吧 就是UI Image View Allog 然后Init With Frame 这个Frame 就是CG CG Rect Make 那我们想把头像放在最左边 X是10 Y也是10 宽度是80吧 高度也是80 这儿有个头像 这个PID呢 应该是往右边 往右边走了 那么X坐标应该是 往右边走 算一下 这是 这儿有10 这儿有80 90 90 然后它本身还有10 这儿有10 那是110 应该差不多 明白我们说这意思吗 嗯 就是往右边挤它 是意思吧 因为我们左边是一个头像嘛 左边头像这个X坐标有10 它的宽度并本身是80 加一块多少了 90 90 那么中间还有10个空隙 是吧 100 或者20个空隙 110 那么这个头像到底怎么样来设计它呢 还是这句话 把这个图像先加进来 加进来 然后这个就是叫什么呀 Head image 那么这个只有 只有这个图片还没有什么呀 到底我们这个怎么样 这个给它复制呢 在这儿我们要这样来取啊 说这是Cell里边的 嗯 Head image 里边的image 就等于什么呀 UI image image name的 这个就是person里边的 我们那里边有一个叫 头像叫什么呀 Head pass是吧 嗯 这个路径啊 刚才我们再去看person里边 person里边用了一个叫什么呀 嗯 就是一个叫mail 一个叫female 还记住 model model 嗯 嗯 这是mail和female.pmg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两张图片放进来 嗯 我这给大家找好了啊 这是mail 然后呢 这个是female OK 那么有了这两个之后 我们再去运行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运行的结果 看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嗯 没有显示出来 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看看哪有问题啊 好像这个距离走了 Head image image 里边的等于person里边的 Head pass 我们看看是不是高度不够啊 我一步步来 先看这个地方是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设置 里边的高度 如果高度不够 那个图片是显示不出来 我们再看这个 嗯 高度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找一下 叫 HEIDHT 这是高度 这个 第一个 我们看这个 后边认名的叫Head for rule 就是行高 是吧 这是Head高 这是Foot高 那么接下来放到我们这个 controller里边来 放到这 我们说 当然这个要加这个啊 这个高度是 给它90吧 最高的是代理里边的 那我们在这还需要去实现这个 delegate 也就是除了数据员 还有UiTable view里边的代理 这写好了之后 还要去这个 上边的给它指定这个代理 说self里边的tableview里边的 delegate等于这个什么 self commoderr运行 好像还没有是吧 嗯 真奇怪 这个位置有 但是没有图片 我们继续看一下啊 嗯 哦 你看到哪有问题了 这个图片名称 以什么结尾的 后锐 啊 这会记 那我们这个model里边 好像是拼这吧 嗯 现在有了 是吧 嗯 哎 现在差不多是吧 有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接下来 其他一些信息怎么展示呢 其他的一些信息 在后边展示 嗯 后边我们就是 比如说这个是编号 那么后边给它加一个 嗯 姓名 嗯 是吧 后边还有什么年龄 爱好 嗯 可以吧 那么我们就是给它排一下 那么到什么地方去排呢 那后边呢 就是流程而已了 我们这个 到这个我们这个单格定义里边 那么刚才定义的是这个 那么我们再去啊 copy一份 这个姓名就放在它后边 它后边那就是X坐标还得往后走 它的宽度是50 那么160 那么160 给它170 其他的应该都不变 这个应该是 name label 那么后边加的也是什么呀 这个name对吧 这个是一个name label 加进之后我们在 controller里边还要给它进行复制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cell里边的 name name label.text 它的文本就是person里边的name OK 嗯 再来运行 看一下最终的一个输出 哎 现在有了 是吧 女一号 男二号 女三号 男四号 还有两个信息是什么呀 嗯 年龄 年龄和爱好 是吧 嗯 那同样道理继续到我们的单格里边来 这这儿呢 就是 嗯 年龄往下 往下走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走啊 年龄应该是和 pid 对应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age label 往下走就是更改什么呀 外走标是吧 嗯 呃 10 加上它的 高度是36 46 46 给它50 差不多 我们先去看看吧 那么后边在这儿我们修改的是 这里边的cell里边的age label.text 就等于这个 is scene 17 with format 这个2%d 后边是这个age sorry person.age 去了 再来运行一下 嗯 那有问题了 这个地方没网进架 嗯 没网这个容器里边添加 这个应该加一个age label 好 嗯 加进来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有了是吧 嗯嗯 这个一发现我们如果写这样一个app会怎么样 这个发现都挺有规律啊是吧 嗯 10亿当中啊我们这个数据从哪来的我们想一下 实际项目 比如说你做那个项目这个数据怎么样了 就从网站 就从网站 哎 说对了 是用户要去自己注册的是吧 嗯 既然是自己注册的包括提交的这个头像呀 都不一样 哎 这个年龄呀这个爱好呀肯定都是不一样啊 嗯 嗯 那么后边我们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内容小点 就是这个label标签太小 他就 数据了 嗯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我们把另外一个加上就是 他这内幕到下面 这两个都要改内幕的下面 这个外足标也要改改成什么呀 50 嗯 嗯 然后后边这个地方 然后加上这个 这不是另一个 这不是另一个 好 嗯 好 那么有了这些之后 下边我们还要去改什么地方了 改这个console console就是cell里边的什么来着 嗯 howin.text 就等那样 pr.howin howin 好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看看 嗯 唱歌 打篮球 这个好像是 这个内容小了一点 我们再去修改一下 这个地方说宽度是50 都给他这个 这个给他100 那个内幕的地方也给他是100 再来运行 再来运行 现在应该差不多 是吧 嗯嗯 这个 那么这个 怎么样 这个 这个项目 能实现吧 嗯 这样的 差不多是吧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更改里边的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看起来这么单调呀 既然是一个互联网站 我们要做的温馨一点 是吧 嗯 在这边是不是背景色呀 背景图片 是不是也可以加呀 比如选重量 还有另外的这个 我们看有没有 我们下边我们去找一找 打开我们这个tableviewcell里边去 我们去找找啊 就这儿的话 嗯 说 嗯 这几个我们都用过了 imageview textlabel 还有detailtextlabel 还有contentview 这儿我们找到一个叫 背景 视图 嗯 那么我们尝试一下这个 给他加一个背景视图 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他里边的处理画里边 准备完了之后呢 我说cell里边的backgroundview 那么给他加一个图片好吧 uiimageview 就是alloc unit with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uiimage image内部的 我们去找一张图片看看 嗯 好像这儿有一点问题 其 那么找一个背景图片 我这儿准备了一个背景图片 我们去看看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 就找这样一张背景图片 好吧 嗯 那么我们把它 这个就是拖到这里边呢 嗯 copy过来 这个就是background background background png 对吧 嗯 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 现在是不是加一个背景图啊 嗯 但我们这个背景图不是很好看 需要美工进行一个设计 对吧 这个看起来这个有点演运 是吧 这个 反正大家自己将来也可以找一个 自己设计一个比较不错的 另外这个地方 选中的是不是这个灰色的也看起来很单调 嗯 那么是不是应该 我们一猜 肯定它应该还有一个什么 可以调整 就是说 这里边我们一猜 应该有selected background view 什么意思呢 selected当然是选中了 嗯 选中状态下的一个背景是图 OK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给它再加一个 这句话 那么 这个地方改善什么呀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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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那我们自己给它找一个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样一张图片 这个叫selected 我们看一下这个名称应该叫selected background 那这个改善 selected background 那这个改善 OK 嗯 现在我们选中的时候它这个变成了就是绿色的 是吧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昨天还讲了一个有一个右键头 还记着吗 嗯 说这个这个只是展现一个比较概要的这样一个信息 我要想显示它更详细的一个信息 是吧 它的一个教育背景呀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呀 职位呀 是吧 收入呀等等一些详细情况 可能这样一个列表是显示不全的 应该怎么样了 有一个那个 我一点击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嗯 这个页面里边显示了一个什么呀 更详细的信息 更详细的信息 嗯 那么要想跳转过去 我是不是应该加个标识呀 嗯 昨天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有一个叫什么呀 我们再去看看啊 我们再去找找 说这里边昨天看到了有一个叫 嗯 嗯 我这往下 这个里边叫 accessory type 就是你来访问的类型 是吧 嗯 反问类型里边 这里边我们昨天说了有那么几个类型啊 一个是没有 然后有其他的不同的类型啊 什么箭头呀 有一个是checkbox 一个勾 还记着吧 嗯 就是打勾 然后呢 有一个是右箭头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说你这些我都不太喜欢 我要定义我自己分隔的 行吧 嗯 那么这边有一个是什么 看一下叫 accessory view 嗯 就是有有点一个是图 你可以直接用另外一个是图来代替它 懂得意思吧 嗯 那么在这呢我们还可以去这样的 说self里边的accessory view 继续等于我们这个后边就是也给它一张图片 试图 加牛量 后边这个地方我们再去找一张图片啊 嗯 我们这给它找了一个这样一个箭头好吧 当然我就随便啊在网上找了一个 实际当中我们专门用美工给我们设计 这个叫什么来着 accessory copy一下这名称啊 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修改 嗯 点儿 png对吧 科马达再来运行 这个看起来不太好看 基本上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样子是吧 嗯 基本上想要一个样子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自定义这个视图啊 我们再给大家这个做一个总结 在里边我们讲到了哪些内容 回顾一下 那么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第一步我们应该是创建一个类是吧 嗯 继承这个什么呀 创建一个类继承这个UI table view style 对吧 接下来想要我们想要展示的这些内容呢 分别定义一些这个view视图来展现 对 图片呀 还是一些文本呀 那么这些label标签的字体呀字号呀 我们甚至都可以去定义是吧 嗯 这里边你比如说这个呃 编号年龄 我们怎么样去去这个字印一下都可以来定义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去覆盖一下这个处理化方法 init with style 这里边呢就是在这儿我们写了一个叫prepare什么样 layout 准备这个布局 这里边就是实力化我们这些这个label标签 嗯 那么label标签放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注意了叫content什么view 顾名思义了就是内容视图定义好的都要放到这里边来 对吧 那么这些数据在什么地方绑定呢 数据是在contentrl空置器里边的这个地方 你再去看一下 在空置器里边的这个里边 每次执行的时候 把这些视图里边的数据通过model里边怎么样 给它绑定好 当然意思吧 嗯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进一步的再来看 刚才我们还看到了这个 除了这些数据的绑定之外呢 还有背景视图的自定义 以及呢选中状态下背景视图的自定义 还有什么呀 就是仿佣标识这个视图的自定义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些我们在这儿就不给大家举例了 给大家看一看 嗯 比如说编辑状态的 当前是编辑状态 编辑状态一般 如果你不自定义 它是一个什么呀 比如说你要删除就是一个简号 或者是一个delete 那么当然还有里边啊 还有很多啊 嗯 后边还有很多这个一些 包括一些状态等等等等 那么基本上常用的 我们给他都给大家讲到 好 那么刚才讲的呢 就是有关我们这一个 这一节讲到的什么呀 嗯 自定义的那个 自定义的表格的一个单元格 好吧 嗯 那么有关这一节内容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嗯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再见